因为大爷年轻时候帮助您 现在您这四众大了 您得帮助大爷 逛胡同一道 一位知青大妈 大妈年轻时候不容易 下乡时间很长 听听大妈怎么说 大妈一看您是知青啊 知青啊 上水扬的 正早累的 15岁走的 40岁回来的 怎么那么长时间 随家里头 我们老爷们儿 纯东北人 我怎么那么长回来 我不愿意来 您是纯北京人 我来水扬待了二十多年 26年 您今年 我今年七十 我妈那里才三十八 三十五哈 完了 走了 户口刚迁走 就不让迁了 不让走了 那你就赶上倒霉了 你要不走也就那么低了 那您是挤几年的那会儿 也不挤几年 五年级 滕满营儿小学的 那等于上上半斤学 变得这个好心态 我不练不行 不练早有病了 挫折多 下乡没工作 就15岁去就产地 料豆子 根本就干不了了 老能还瞧不起你呢 那城里刚去啥不会啊 您那会儿不会干农活 刚去的时候 所以说呀 生活不易 您那会儿15岁的话 要去东北的话 能找工作吗 没有 农村中地还用找工作呀 那都生产队大包疯的 挣公分的 挣公分的 一天才挣几分 一年干闹头 还得他妈拉几乎呢 过去借钱 扇会计呢 就借你两块钱 但你这两块钱 且花呢 两块钱 人家都不爱借你 生产队都没钱 过去就这么去 那时候要种地的话 您那身体 他能种得了吗 种不了你也得扛着 就像现在似的 你就像外地人 上北京 那老太太七十了 她扫地 扫不动 她也得扫 你看那扫垃圾的 这不是限制吗 整厕所 为了生活 你活着嘛 她觉得还挺好 再相信一辈子 没见过两千块钱 来着见着两千块钱 她就有点远质了 那您等于退了修 来回到北京 没有没有 我五十退休 我在北京退休 退休金能拿多少 我们老爷们是 一千块钱 九百几 她户口来了 我是四千六 怎么比您少那么多 她是纯能民 她是五十四岁户口来的 我们去半天了 说也享受一老一小的 你再有三五年就六十了 那十的就你白交 人也好心当时 但是她要交上了 到六十变了 要说到哪说哪 就能交个十万八万的 就能多开点 就这么回事 晚也没交 那应该补上 那您这生活费钱 那够吗 您俩人啊 我们也没什么爱好 维持生活呗 生活 那人家小厕所的 两千块钱都能维持的 你有什么不能维持的 因为大爷年轻时候帮助您 现在您这四十大了 您得帮助大爷 那你来一块生活 那不能说你挣钱就吃饭 你不挣钱就不吃饭 就是这样 这不都得这么对付这么 种完地之后 您回北京做什么呢 开了一个小饭馆 那前刚不要两票 嗯 多大面积 十二年 还带了能有六米自尖 那还小点是 小点我那买卖 那人乌样乌样的 那证明您手艺好 不是 心疼我的人多 哦 人缘好 也做的东北菜 不是 旧包饺子 什么 旧包饺子 拌凉菜 嗯 那前一斤饺子才五块钱 一开始 是 五块六块七块八块 最后涨到十块 一说就零三年了 延了 是 面积小又不行了 把这个打的了 就像现在不也是吗 这买卖也是 那收入怎么样那会儿 一月挣几百就挺好的 维持生计 那钱就挣几百 您跟大爷一起 我们俩五分钟就包一斤饺子 这边包那边煮 那边包 我们俩干活可不可以 因为他也能干活 是啊 我也说你 下活着 哈哈哈哈 您这心态好 不好不好 早有病了 是啊 你看我七十了 还没堆呢 遇事了 我就自个儿劝我自个儿 别着急 跟您积累有关系 哈哈 大妈年轻初下乡 认上了大爷 两个人风风雨 过了一辈子 如今身体健康才是福 感谢观看